大家好 我是Tony 然後我這次的提案是叫Swipe for Study Bodies 就是目前一般現在比較年輕的人 他們通常交友的方式可能就是透過網路 然後會有像Tinder之類的App 然後我會想做這個原因是因為在去年的時候 我接觸了演算法的程式競賽 然後可是這是一個相對比較不主流的東西 然後就是我想要提問在大的像Facebook的資訊社群 可是看到有些比較新手的人提問 卻被有經驗的人說 為什麼不先自己去Google 先去找找看 但其實就是因為是新手 所以可能相關的關鍵字也不知道從何開始早起 然後就是對於初學者是相對不友善的 所以我想要做一個像Dating App的方式 然後來更有效率的幫助 像學習任何東西的人可以找到學伴 然後解決的方法就是用像加油軟體的方式 然後用簡單的介面 然後左滑右滑 右滑的話就可以喜歡 那個左滑就是比較不喜歡 然後同時整理相關的社群 以及一些線上的開放式課程 讓使用者可以一目瞭然 然後直接看出他們想要的是什麼 然後在使用的時候 會讓使用者先填入自己的興趣 專長以及他們想要學習的東西 然後我們再去做媒合 那如果雙方都有同意 就是都喜歡對方的資料的話 那他們就可以進行更深的交流 然後這是簡單的介面 想像的 然後遇到問題就是 因為我在程式方面 我只碰過競賽的東西 然後這種做專案的我完全沒有碰過 然後就很需要人來知道我們 然後還有顧問 這是我 跟我的朋友 好 然後請加入我們 然後這是專案的HackMD 好 這就是我們的Slogan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當民意